欢迎大家收看时事评论,我是Thomas 今天看到习主席已经到达了巴黎 也说说上个星期有一个消息就是美元已经超过境界线 就是美元与利于强 其实为什么会跟法国之类有关呢? 他的故事也挺曲折 首先说一下当时在上个星期也有很大的话题 全球的主要货币都输给美国 世界经济合纳一次很危机 因为美元没有想着减息 依然美元是高企 在这个时候习主要访问法国 但法国对经济的危机就似乎不是太大的关心 反而关心中国会不会有产能过剩 他不会想到现在美国的经济 或者金融政策是在危害世界经济 所以首先欧洲放风就已经说 如果习近平来谈 就不是和他谈合作 就说要公平竞争 冬德罗人也听说将会和习主席会谈 都是要向这方面施压 作为国外人 我们不是在这个政权里打架 好像有些叫本务倒置 美元其实是很危险的 现在搞到整个世界的经济 爱典报道上星期150总货币里面 有三分之二对美元贬值 美元越走越强的话 其实对很多国家的成本很大压力 因为现在美元高了 那么你币值贬值的话 你需要更加多你的 本地货币去换取美元 你知道全世界主要贸易商品 是美元交易的 美国就说我自己的国家 那个通胀很厉害 所以我一定要不减息 这些是不是叫做 我们叫做产能过剩 这些叫什么呢 这些叫做债能过剩 或者你叫做通胀过剩 或者是美国的霸权过剩 没人看 美国的利率处于20年最高位 你说打击工匠 于是一年半载也不会减息 可能还会加息 这些不惜一世代价 你可以这么说美国的利息 就负担过高 令到财政压力 不过他依然在保持高利率 这个又是双面刀刃 美好那边就是美元 继续保持高利率 令到美元更加高 意味着美国的资产 回报率高于其他国家 因为美元的资产 因为它是升值的 那投资者呢 就会更加趋向是用美元 去购买美国资产 所以这个一个关系 就是一个循环 一个所谓的一个相通的关系 美元 你需要用更加多美元 去投资 美国的资产 更加多需求 原来更加高 那你又不减息 有时候我说从布鲁塞尔 到北京 从多伦多到东京 世界各地的政界 和其他领域人士 这几个月根本已经是完全感受到 美国真是势头非常之好 因为很多资金就留在美国 那不问美国的实体经济如何 但是单是凭这个的 金融操作 或者金融霸权的操作 就令到美国现在一片奥径 但是这个刀刃就是 对美国有利 对其他人来说是叫做杀气等等 就是相当空欠 也有时候说的 他今年早点的时候 美国实现高于预期的增长 有望提振全球经济 但是现在 因为那个通胀高期 利息依然是 没有减到 释放不了现在美元高期的压力 高盛的分析师就说 如果美国由于通胀的高企 依然是保持着高利率的话 即使这个经济增长货门 都不减息的话 就会造成一个危害了 如果他们高息的话 是会阻止到 阻止到他们的经济活动的 投资是零计的 当然很多的资本 走到美元的资产里面 但是你为了做生意的实体经济就大件事了 因为你高息 我想扩张的话 不行了 大家被迫采取手势 全世界也是经济环境不好 因为你高息 令到很多国家输入了通胀 很多国家的生产 或者他们的工业生产 都受到竞争力的影响 为什么你很高的代价去买商品 去买生产材料 因为用美元来结算 经济不好 起码很多地方的经济不好 日本 你看就知道 于是乎 市场也是需求批养的 所以美国 只是单方面说 我因为我的通胀 这么高气 所以我明知道这个世界是受苦受难 他都不去放水的 这个情况之下 就连纽约时报都提出他的担忧 也都引用他们的财经界分析都这么说 你再搞下去就很大问题 当然了何来人指出 美国好像是想看着这个世界的经济机会爆发 就是一爆发的话 可能有几个主要的经济体 就会出现衰退 或者是出现崩溃 个案来说美元就趁这个时候 差不多时机成熟 就会减息释放美元了 美元就会去到其他地方 因为不要包进去美国的市场 这些钱应该拿走 这个用来做什么呢 这么便宜的 借多些美金 去其他的所谓支持不住的经济体 可能他倒档 可能他的地产是倒档 可能他的股权倒档 这个时候可能炒底 因为他可能还是优质的 但是可能他受到市场 那个speculation 那个影响 这个时候就是这些工程略地式 就是为之叫割韭菜 美国每次经济走 周期就会用这种招数 如果1997年 制造这个真的叫做 亚洲金融危机 所以什么不小龙 什么不小强 全部都被人变成了韭菜 当时很希望的泰国 当时很希望的韩国 都全部真是 给美国就如取如跪 因为美国的资本 美国的公司 就全部进去 他们就买了他们的资产 尤其是韩国 韩国现在的财败 就不是姓韩的 他们是姓美的 这个时报引述 就专家说了 这个就是美国联储局 才是世界的银行 这一点完全是没有改变到的 就是说 美国这个央行 控制到全球的经济的节奏 还有规律 还是牢牢地把握着全世界的经济 那个制 这个总制 美国这次遇到一个实体经济很强大的中国 这个中国就 你想当世界央行 你也要问一下中国 你是要随心所欲 是要发债 继续去保持你美国的无限借贷循环 你要维持这种野蛮美元的模式 百年不变的话 真的要看你有没有办法可以压制中国 这个就不是要中国买不买借的问题 也不是说中国是否抛你借贷的问题 就是这个对手 会不会在这些领域里面 是让步就是示弱 或者是认怂 美国才可以继续行使他那个 金融霸权 继续行使他那个所谓是 盲资本主义的那种目色 就是攻城 掠地 割韭菜 或者是叫做剪药 大家知道什么叫做割韭菜已经很清楚了 最清楚的那个说话就是1971年当时的 美国的财长 怎么说呢 就是叫做 方纳利就跟其他的那些行家 就是他们各个的财产说 喂 美元是我们的货币 但是这些问题 就是换言之 美国的经济影响力是无处不在的 也都是摆脱不了美国 美国的那个中共的 统治力量 所以就 你可以说叫做大口气 这个国家又非常之写实 好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就是 如何解释这个现象呢 其实根本就是一个中国的故事 就叫做以伦米国 当时就是有个魏国的一个丞相叫做白龟 或者这位人 不是搞水利 但是一个很厉害的商人 但是那些跟魏国搞水利就很坏的 那些就不是引起洪水去海边 就是去泄河 而是周围就是 兴建这个堤壩 攔截这个洪水 涌入自己的国境 其他国家会不会 鄰国会不会受到这个泛滥承灾呢 因为你不是治水嘛 你根本就是以别人的地方 就是为你那个阻挡洪水的一份墙 孟子对这些治水就是非常之有意见 他说真正的治水的模范就是大雨 下雨字水大家都知道 工程浪大 作山滑河 将整个山做了他 班十几年功夫 是想将这些洪水印向大 他说不是因为以伦为确 你这个防洪工程 就好像美国那样 我要维系我自己 他们国内的低空障 你就搞到全世界经济 不是那么好经济的时候 你还可能特意这样做 特意想着可以顺手的国外九彩 好了 回回正题了 马克龙总统在习近平到访之前 他说 欧洲需要在贸易方面 尊重中国打的强调 也要捍卫欧洲的利益 捍卫欧盟在电动车 光伏和风力发电 新三样 在中国尽量调查 你什么意思 就是你说这些问题 更加问题是否应该要携手中国 一起面对美国的债能过程 美元的所谓币值个性 你为什么不谈这些世界大问题呢 你谈中国现在好像对你们很大的影响 最大的影响是以轮为确的美国 你是不是搞错了那个方向 智力要建设互利共赢 公平合作是中国的 这个就像当年的大雨一样 就是下雨至水 我们是走这个就是人类共同体 我们不会以论为抗 欧洲 应该要携手中国更加是 建立巩固的实体经济是往来的 抗拒来自世界央行 世界央行你都知道了 美国是世界央行 这些野蛮金融的肆虐 什么都不行 就提中国 中国不是 但其实中国的产能 什么叫做过程呢 世界所有的经济都是互相交流的 就是你有这样的产能 你可以除了满足自己的国家需求之外 当然出口的 就是出口的产能过程 说不通的 现在世界局势很纷乱 你选错哪里会水浸眼眉 我不是很尊重你发觉 有什么很重要的经济贡献 因为现在你们又不是一个 科技主流的国家 就是买化妆品包包 你的经济很重要 但是你不能浪漫过头 整个世界经济不好的话 其实你很多东西都卖不动 所以说你是否科技国家 还是你是一个 中国是不是有一个好的国家 是不是有不有好都好 但是你要证实这个世界问题 但是如果你在这情况之下 你没有呼吁到 你中国其实除了说 讲一下这个问题之外 都会想想 为什么共同对付这个 美元呢 美元去了一个境界水位 这个全世界的事 为什么你没有人答 每天没有人看 马克龙都没有说到 所以我觉得奇怪 我希望未来这个行程里面 有更加多的资料可以看到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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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workers 杀人